很多人说 结了婚的女生是没有家的 在娘家是客人 谁说家里不去 我跟你爸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打算一次性付款 给你弟买一个婚房备着 在婆家是外人 我们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 经常留意给我们拍 有时能感觉到父母主动退到边界 说话与其越来越客气 那今天晚上我妈就睡沙发了 有时抱怨婆婆不懂得边界 在一次次忍让中反复跨越 妈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不要把我的关心当作对你的干涉 那是我妈 不好意思妈 我真的是要走了 那属于女生的家到底在哪里 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 是不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直到有一天 我打开那扇门之后 才明白 家的意义 家 不是攒钱买一套房子 而是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 所有的坏情绪都可以留在门后的世界 再多的不安 委屈 孤独 他们的一句 有我在就能复平 我会永远承认得很小 不许再哭了啊 谢谢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地 心安 既是家 我 espera